两个要学 我的题目是服务盲光之地 首先我来介绍一位不需要介绍的人 Albert Schweizer 这位先生他得到三个博士学位之外 也是神学家和音乐家 1952年得到洛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Lutheran的牧师 他被称为二十世纪的良心 他终身在非洲行医照顾病人 最后死在他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麻风病院 得了麻风 很多服务盲光之地的人都受到他的精神感召 所以他讲了一句名言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生活的目的在于以热情和恒心为他人服务 这些不一定是在盲光之地任何地方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他讲得很对 这个compassion 热心 爱心和will 就是意志 这都是非常必要的元素 我觉得他讲的常常是我 我常常想到他讲的这一句话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呢 有四段第一段可能还是最精彩的一段 是讲到影响我的一家人 他们的国际经验 其实他们的国际经验跟我的比起来伟大的多了 然后我讲我主要是三个去过的地方 不单是去过那儿住在那里工作的地方 一个是朱美的伯里斯 一个是南非的史瓦靖南 那最后是西南非的林立比亚 那我们就开始先讲一讲这一家 影响到我的一家 白芝麻夫妇 Bergs麻 这是一家 医学传教的一个家庭 父亲母亲 终生以医术服务在非洲和印度 他们生三个孩子 这三个孩子也都到了来基里亚 做了长年的教育和医学的工作 我的姑姑婆婆是第二代纯粹的贺兰人 第一代很艰困的从贺兰到美国 定居在密西根 那个地方有他们的社团 都是贺兰人 她的父亲母亲就是第一代到美国的 有跟我们中国第一代到美国的 她很相像 只是他们都是工匠啊 木工啊 园丁啊之类做比较低级的工作 第二代就是我的姑姑婆婆这一代 就开始有很多的发展 公公从小 曾经出众 他崇拜 是歪者 这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那个 第二十 第二十世纪的良心的那个人 他从小就离自到穷苦国家去行医 所以很早就决定要读医学院 他们这一个社团 和他们自己的家庭 都是姓的Christian Reform 是John Calvin当年改革的新教 他们姓得非常的虔诚的 我的婆婆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贺兰女子 我稍微给你们讲一下 这很有意思啊 我都公公那个时候已经来读大学了 他暑假的时候回去还帮爸爸做木匠工作 去看他高中的同学Roy 打开门一敲门 印门的是这一位非常美丽的少女 他当时认了一下 就是我是来找Roy的 我是Stewart 这个女孩就说我们都知道你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Stewart 因为公公的成绩出组 在当地的社区是非常有名的 那公公就说那你是谁啊 她说我是Mildred 我是Roy的妹妹 公公就说你几岁 好像不能够随便这样问人家女孩子年龄的 她很直别 结了当说你几岁 婆婆也很自在就说 我今年16岁 公公就说好 你告诉Roy我来看她 她走出去之后 心里就在想 这就是我将来的太太 我等你18岁的时候我来找你 果然到她18岁的那一天 她来找她 他们两个就变得很亲密的 做了男女朋友 订婚了很久 等到我的公公拿到她的医学博士学位才结婚 她同时对我婆婆讲 我是要到中国去做医药传教士的 那你要做我的太太 你一定要学护士 所以我的婆婆学了护士 虽然她后来告诉我 莉莉 我其实很不喜欢做护士 我实际上要做老师的 但是公公一定要我做护士 她说我一生没有做过一件护士的工作 有时候还会跟我讲 其实我是做一个 我会做很好的老师 他们这一对是令我非常羡慕 当做我的一个inspiration 我的灵感的一对夫妇 两个人相近相爱 终身不移 结婚到最后六十几年 非常好的感情 这是我的婆婆 这是他们的一家人 公公婆婆和三个孩子 你看看都是 都是金色 头发的Dutch人 我嫁到他们家 真的是一个黑马 黑头发的黑马 literally 可是他们是一个充满的爱心的一家 对我也非常的接受 虽然我站在他们中间 真的是有点格格不入 我显然不是贺兰人 是不是 我的公公后来他他继续把他的外科手术学位也拿到了 又到伦敦去学习热带的医学 这都是为到落后国家去做工作的准备 这个时候呢 中国经过历练的灾难 没有一个教堂 愿意送他到中国去做工作 结果他们去的国家是非洲 东部的伊索比亚 也就是留言下个月要讲的地方 OK 你们一定要来去听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识的国家 我们家有很多伊丁比亚的文物 到我家来的人 我都连你们看过 非常有趣味 我们家对于这个国家兴趣非常高 OK 这一代这个国家 其实是古老的文明 有古老的文明 首先就在这个非洲的淡谷 淡辰谷就在这个地方 就从这里一直到偏洋 还一直下去到马拉雅里 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的淡谷 是人类发源的地方 净化发源的地方 人类从原后一直到最后变成人类 OK 就是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的 这里还有很多发现了很多化石 是非常奇异的一个一个地方 OK 我的公共到这个地方 在首都就是Addis Ababa 做让你的医院的组织医院 余生 同时 我给你先看一下 这个国王 哈勒沙拉斯一世 登基 在他 我公共在那的时候 还参加他的加冕大宴 做他的预议 我看到Vikipedia讲我公共的事 说他常常一年看超过一万个病人 病人很多 他们都一个个排起来很快的时间 一个一个病人看 很需要医药方面的照顾 所以他看过很多的病人 这是Ethiopia 我的姑姑认为 哈勒沙拉斯 会是非洲的救世主 OK 怎么讲 因为她是说认为 这讲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Ethiopia在古时候 就是在大概 西元前三四百年 以前的时候 古时候 这一带都是属于Ethiopia 红海的两边 而且气候没有这样干燥 这个地方被认为是 Nanda Milk and Honey 就是很富庶的地方 当年大概在三百六百九十年 那个时候 BC OK 有一个女王 Ethiopia的女王 叫做Shiba 她是一个很智慧的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的一个女子 她送了礼物给当时的所罗门王 Jerusalem的所罗门王 这都是真的事情 非常有意思的 我想留言 下个月会参到 所罗门王就说 哎哟 很好 我很高兴 你来访问我 所以 西元女王 就带着她的侍从 一大堆人 搬了礼物 堂堂堂堂堂堂的 一直到Jerusalem Jerusalem在这边 去看所罗门 他们两个人 一见情形 变成了很亲密的情女 最后 西法必须要回她的国家 治理她的国家 那所罗门在临行的时候 给她两个圈子 环 一个是金的 一个是纯云的 然后呢 就对她说 如果你生下的孩子是男的 你就把这个金的 请人传回来 我就知道你生了男孩 如果是女的 就是银环 结果生下来的是男孩子 Solomon 派了一批 这是犹太人 犹太的人 来教育她 教导她 希伯的religion OK 所以 从那个时候开始 Melenic第一世 这个雪末 一直传下来 Ethiopia 是一个 基督教的国家 在非洲 这是非常的特殊的 而且是很传统的 基督教 OK 在那个 哈勒斯拉斯在世的时候 她做了很多事情 譬如她把 奴隶制 废除了 譬如她 把Ethiopia的 宪政通过了 是很有心 要把这个古老的国家 做一点改正 当时很多人 包括一批叫做 Rastafarian的黑人 都相信 把她当神一样的 敬奉 认为她是 Jesus的 Recoming 基督 基督不是说 他将来 耶稣基督不是说 他要再回来 他们认为 他是回来的基督 要重新给这个世界 把这个世界 重新再做一个 救大家 所以大家对 Ethiopia 放了很大的 寄望的 好 可是她最后 在七十年的时候 当地的共产党革命 把她放在间里 死掉了 当Hellis Alasic死的时候 这整个一个血缘 从Solomon 跟Siva 留下来 没有断过的血缘 最后断掉了 其实 这个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我的公公医生 写了六本书 其中两本书 就是关于Ethiopia的 你去查 我还可以看得到 到网上去找 一个就是Rainbow Empire 一个是叫Sons of Sheba 就Siva女王 她的孩子 和他们的事情 我们全家都对Ethiopia 非常有touch 有热情 我们有很多古物 有很多Ethiopia的东西 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我的公公在医院做事的时候 有一天来了一个酬长 她的喉咙吞不下东西 也喝不下水 一直想喝水的时候 就吐 所以就几波快死掉了 我的公公就拿镜子一照 就发现她的这个咽喉 有一个黑黑的很大的东西 我的公公就拿了沙布 清了那个Farmada High的 OK 拿那个往她的喉咙 去把那个东西 就是包住了 结果是一个水质 你们知道吗 马皇 他们喝水的时候 马皇有时在水里面 就沾住了她的喉咙 就吸她喉咙的血 吸了血呢 就越来越长得很大 所以她不能喝此东西 我看到你们的表情 都好可怕的样子 结果拖出来好大一块 哎呀 我酋长当然就非常非常感谢 送了她两个椅子 他们这个椅子很有意思 是整个一块木头 不用一个钉子挖出来的 结果一个是去了我的先生的哥哥家 一个在我们家 现在就在我们的客厅 所以我常常还看到她 你们到我家都可以看 这就是讲这个地方的医药的情形 生活健康的情形非常落伍 落后 这个地方生活非常艰难 他们到的时候 是到这边的下船来 然后要做小炉子 做一个月 慢慢慢慢才到了 萨迪阿巴拉首都 生活非常的困难 非常艰困 他们有一个出生的孩子 就是我的先生下面的一个男孩子 生下来很久死掉了 对婆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她的身体就渐渐越来越坏 最后他们不得不离开 OK 这就是萨迪阿巴拉首都 OK OK 我的公公婆婆就回去了 从非洲就回到了 他们的Visitian Grand Rapids这个地方过日子 在有一天 他们在教堂听教的时候 教堂的牧师在谈 说是在印度 这个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 分裂之前的地图 我拿给你们看 就是在印度的西边 有一个叫做Taxilla的地方 有一个医院 是基督教的医院 这个基督教医院很有用 可以说这一大半印度的人 都是靠着他去治病的 然后呢 这也是一个全国最有名的医科医院 OK 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代的人 白肋脏出了很多 而且很早 所以他们做很多白肋脏的手术 全国最有名的就是这样的 好 这个牧师讲的什么呢 他在教堂 我的公共婆婆听到牧师传道 在讲说 这个Taxilla的基督教医院 没有医生跟护士 已经停队一年多了 急需医药的人士去帮他 把这个医院再开张 这个地方是在印度的边界 跟Afghanistan 临近的地方 这里住的一批部落的人 叫做Batang 他们是非常的凶悍的 到现在还是在Afghanistan 一旦造出很多的事故来 他们有一个产妇 已经两三天难产 产不出来 生不出那个孩子最后 他们不相信西医的 但是最后没有办法 把这个死了快死了 奄奄一袭的产妇 送到这个基督教医院 当天他们马上就给 这个产妇开刀 但是不幸产妇死在 手术台上 已经搞了太久了 那些当人呢 非常的生气 OK 两天之后 在半夜三更的时候 他们来把医生一家 包括三个孩子 护士一家 全部撒光 所以这个医院呢 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牧师说 这个医院继续开张 我们需要医院人士 我的公公听到了 马上就说 这是主对我的号召 马上准备就去了 最后就去了 Texila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顺便讲一讲 印度古文明 这条河就是 Indus River 印度河 印度的古文明 就是沿着这条发展 这个当年 是福教圣地 福教在这里 斯迦摩尼是在这里 发展出来的 他是住在这边的 然后这里有很多 福教的王国 当然到现在 因为不断的外租如亲 都是从中亚这边过来 这这思路也是这样下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中西的 交通的要道 而外来的侵略者呢 一再从这里进来 这边是沙漠 所以来的人不多 主要是这个地方 OK 所以这些福教的国家 都受到大量的 还有他们的文物 他们的刚刚好 这些都受到希腊的影响 亚利桑大也打到这边来了 留下他的血液 他的军事 军队留下了很多 希腊的人的血液 也影响到这里的 福教的文物 有那个希腊的形式 做雕像 都有希腊式的雕像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是古文明之地 后来呢 外族如亲 回教也进来了 福教受到很大的摧毁 到现在为止 那个地方 当然是福教圣地 现在一个福教徒就没有了 反而福教从这里 福教从这里 传到了西藏 传到中国 日本 从东到了中南亚 泰国缅甸 这样传过去了 这里一个福教 都没有剩下 我的公公婆婆 就带了 那个时候 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到Texella来行医 OK 做了六年吧 然后 小孩子就都送 像我的先生 和他的哥哥 跟姐姐 都被送到喜马拉雅 三边的 国际学校 去读中学 小学中学 他们呢 继续跑到 一个叫做 Ludiana的地方去行医 最后跑到了一个 这都是在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 当年是印度 到了一个 Ludiana的地方 建立了 女子医学院 好 这个是他Texella的医院 我等一下再讲 好 女子医学院是这样的 因为 印度人 尤其是那个时候 非常的保守 女人的身体 男人 不能看到 医生呢 都是男的 他们女的身体有病 或者需要手术之类的 顶多在把衣服 布盖住 在那个 生病那个患处 开个洞 让医生看一下 有的大部分的时候呢 是 医生在外面另外一个房间 那病人呢 是他的家属 就 医生问一句话 家属就答一句话 有病 你还是硬的 硬的 痛不痛 痛 这样回答 然后呢 开方子 所以你想想 女人的医学 需要 非常的缺乏 所以 公公在这里建了一所 女子医学院 当年是光收女子 她们为 印度的女子的健康 做了很大的贡献 这是第一届 我顺便把这个 我公公的事情讲完 她一直做到 58岁才回美国 那个时候已经是 相当就是说 年纪大了 她 深感 因为身体的痛苦 有很多都是心里造成的 又回到 University of Chicago 去练 psychiatry 这一练下去 就练得非常辛苦 我想 我是这么回想 公公性的基督教 Christian reform 很严谨的一个宗教 跟Floy 那个时候的psychiatry 都是用Floy 相当的冲突 所以她经过了 很大的偏困 甚至得了肺病 但是她最后还是把这个学位拿到了 这之后呢 她一直在基督教的心理疗远院工作 工作一直到76岁 当时已经相当的身体已经开始退化了 她退下来的时候 她退下来的时候 两手空空 因为做传教士 虽然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名的医生 可是待遇是非常轻薄的 两手空空的退下来 我给你们看这个医院 这个是他们当年在医院后面的故居 这是他们在这里1936到1941年在住的 我先生呢 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 从那个时候开始 把当地的乌鲁语言学得纯属 讲得跟当地人一模一样 他是一个瘦瘦小小的 头发全白的一个小男孩 非常的友善 非常的好奇 他到处跑 在当地人家里面跑进跑出 人人都喜欢他 给他一个外号叫做小甘地 因为他就像一个瘦瘦小小 头发全白像甘地一样 他们就说小甘地来了 给他一个面皮吃吃 给他一个豆子吃吃 兜他王 他非常有非常好的回忆 跟当地人处得非常好 语言呢 讲的是完全是当地的人一般的流利 好 这是当这个是那个地方的习金福教 古国是当年一个非常盛大的国家 现在完全是已经变成破坏的肺炎 这一代虾子特别多 所以在那个基督教医院 他们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开白内障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我的先生 他把他讲成我的儿子了 你看花不花旗 OK 我的先生那个时候是个小孩子 有时候跟着他的爸爸去医院看 他爸爸一天可以做100个以上的白内障手术 护士把那个病人都安排好 一个做完 他自己发明那个方法 可以在15分钟做一个白内障 在那个时候还是他发明非常先进的 做一个再做一个再做一个 那一代虾子特多 很多人没有办法开白内障 或者失去那个机会变成了虾子 我们回到巴基斯坦 重游他当年成长的地方 在那个Taxilla的旁边 一个叫Julian Monastery 就是朱林服饰 是当年的服教的真女住的地方 居然还保持的不错 是唯一保持下来的一个服饰 有一个摩哥人 摩哥人是后来入侵的一个外族 有蒙古人的血统 在印度建立了一个大王朝 蒙古安排 我先生跟他 他一听我先生这么纯熟的 无度语大为惊讶 就跟我们聊起来了 就问我先生是什么哪里来的 怎么会这么样讲 他们的语言讲得这么成熟 我们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时候 因为我先生可以讲得很好的语言 所以我们到任何地方 门都是为我们开的 我们跟当地人处得非常好 这个摩哥人听到我先生 讲他的父亲就是白芝麻医生 在特希拉的教会 教会的医院 就是基督教会办的医院做事 他大叫起来说 白芝麻的医生 给我治过病 救过我的命 他说 欢迎特希拉之子归来 他叫我的先生是 son of特希拉 欢迎你回来 他讲得满脸流眼泪 我们也非常的感动 这是1984年 我们回特希拉的时候 跟他造的相片 常常是这样的人的故事 小小的人物的故事 常常是我非常的感动 在我国际事业之中 碰到有些人 觉得你可以跟他心于心 做一个交会 他们讲的话 他们做的事 把我的心感动了 让我非常的 觉得非常有意义 All right 我在讲 这一对夫妇 我的公公婆婆 他们三个孩子 一个男孩 另外第二个男孩 是我的先生 第三个是个女孩 他们三个人 跟他们家族 先后都跑到非洲的 西岸的Nigeria 去工作了 哥哥在Nigeria 做了多年的读学 妹妹是个护士 嫁得也是医生 他们都是赫兰籍的 我是说他们都是 金法碧眼的赫兰人 就是我这个黑马 姐姐嫁得也是传教 医学传教士的家族 然后姐夫也是一个医生 他们两个也跑到Nigeria 去做医学产教工作 海洛从印度回来 他在美国读他的大学 读完大学之后 马上就结婚 就到了Nigeria 在Nigeria 12年在这里 教学校 办学校12年 他在他自己办的学校 一办的两个中学 是从找土地 盖房子 建立客材 找老师 找学生 一切一切是他首唱的 还甚至做当地的学校的 无灶黑衣 小孩子 伤风感冒 有时候手断 脚断 他都去治疗 甚至还接生过几个孩子 他通晓 我的这位海诺 他通晓 Nigeria当地 两个语言 一个叫做Tiff 一个叫Hausa 讲的都是相当的流利 尤其在Tiff 他还可以看 可以讲 还可以写一点 他到 正十二年 之后 回到Michigan 然后得到了 他的博士学位 是国际教育 和 Linguistics 语言教育 的博士 他发表过一些 在Nigeria这些 对方的论文 后来在美国大学 教育 行政 但是呢 信 或不行 我不能讲 这个国际工作 好像是一个 一个什么 从事的 专进了他的学艺 所以他心始终 不安 始终不能安定下来 一直是非常希望 重新回去 做国际工作 我们两个结婚之后 这是年轻的海若 他刚刚 去Nigeria工作的时候 1956年的相片 我必须在这里 强调一下 我跟他 在Michigan 一见情形 就感情发展得很快 我被他感动的 完全是他的家 他家人 对于人类的爱 还有他自己 对于 不同民族的 那种热爱 没有 界限 没有起见 与他当年的 英俊萧少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一定要你们相信这一点 你信不信是犹豫的 好 于是我的海若 就到了非洲 Ligeria 他最后的六年 是创办了两个中学 因为他会很会讲 当地的语言 跟这个Tiff 在当地是非常地位 非常高的 就是酋长 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 当他需要土地 盖他的学校的时候 他就跟酋长讲 他说我们需要盖学校 酋长非常高兴 他说我希望你把我的孩子们 这是他的一个太太 他其中还有好几个太太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 都能够去上你的学校 这是非常好的事 所以他给海若土地 马上就画了很好的地方 给海若建学校 我刚刚说过 做国际工作的人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收获 或就是在各地交到的朋友 你会觉得 虽然我们不是同种的人 我们的环境 背景差了很远 可是可以用心 彼此来交汇 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很感人的收获 这个下面让你们看一看 当年我先生海若 在Nigeria盖学校的时候 这个社会的情形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村庄 在一个礼拜有一两天 有市场 这是他们的市场 大家上街买东西了 非常快乐的时候的相片 你可以看到一下他们的生活的情形 这一张下面是他盖 Bristol Secondary School 他盖了一个中学 这些学生的样子 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只有男生 到后来也受女生了 这里是我的先生的第一个男孩 你看完全就是像一个 颜色就是显然的不同 我想他的感觉 就大概有点像我嫁到海若家 我跟他们也是决然不同 我是一个黑马 他是一个白马 这个给你们看看 这是我先生在Bristol Secondary School 他们住的房子 这是Ruth 我先生的第一个太太 他抱的是他们第一个男孩 就是刚刚我指给你看 是什么像一匹白马的那个孩子 这是当地非常好的房子 他们没有电 是用发电 煤气发电 发电的时候一天 就是有短期的时间 OK 就是几小时就没有了 水是在地下挖了一个很大的储水池 一年就用那个水 生活情形是相当的艰朴的 他们有大量的从美国进去的罐头 食物断头 当地也有请了当地的男孩子 帮他们做家务 但是生活是很简朴的 OK 这个相片我们刚刚收到 这是我先生 这后面你可以看到 这小学校 我去找没有找到 就用这张相片 Vistos Secondary School 是我先生首建的学校 最近因为我先生有一本书 关于Tiff History出版了 这里的Tiff的书 我们都送了书去 结果他的学生 他当年的学生都是Nigeria 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他们凑了一笔钱 在这个学校的旁边买了一块地 做了一个公园 纪念我的先生 所以这叫做白芝麻公园 这是刚刚我们收到的 好 到这里为止 就讲了我 这一家人对我的影响 因为他们都是 以教育或医学 传教 传教的程度还很少 主要是去为那些人 做医学或教育的服务 而是用自己的行为 他们的服务来表达 Jesus对人类的爱 希望耶稣的爱来感召当地人 使他们也信基督教 但是呢 没有说主动去要求 那些当地人信教 他们信了教的人并不多 他们就是 招到的 成功的 过来变成教徒的人 其实是非常少的 这也造成了 我先生 还有他们三个孩子 对他们 Question 瑞凤教 都有反思 觉得有时候太逆了 并不适合 文化不同的人 的方式 比如说 他们在那里 大家都非常关于 当地人非常善良 但是 他们 其多夫制 那些男人 已经有很多 太太 很多小孩 教会就不容许 只能依附一妻 所以他们都是贼人 都不能够进教堂 不管他对于教堂 他也怎么样的有兴趣 都不能够进 太太的可以 他因为只有一个先生 就说 在他们的教会中间 他当地的文化 有很多的冲突 使我的先生 和他的兄弟们 最后都 离开了这个 Question Reform 教 而改信了比较宽容 比较能够通拿的 基督 OK 好 我想 到这里 我就讲完了 我们结婚之后 两个人很不容易地 在同一个大学 一起教书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而我先生呢 好像学里面有一个什么 专了什么国际教育 国际工作的 从样的 很不安稳 结果 他得到了亚洲银行 一个Grant 一个资金 决定 要去印巴基斯坦 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他 因为我觉得他是 从小长大的地方 想要回去 长大的地方去看一看 结果还一去一年多 当时 情形跟现在很不一样 怎么说呢 没有电邮 没有像我们这样 可以隔得很远的 彼此通电话 或者通音讯的 信来往要两三个月 来往 就是往来 三个月 有时候还掉掉了 所以他一去之后 没有什么音信 我的儿子那时候 才六岁 他觉得爸爸不回来了 我这个儿子是非常敏感 非常乖巧的一个孩子 结果他就得了 有语病 而我的先生 他在巴基斯坦 得了红利 白利 一直在床上 反转床地 一直好不了 我呢要教书 我管理我们 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农场 我照顾这个有忧郁症的孩子 我的大女儿刚刚进大学 非常想家 我还正在考心理 智商学的 注册考试 这一段的日子 辛苦的是 简直没有办法回想的 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远方的料 很多人看了都是 哭得很厉害的 最后我决定 我停止留心 请假 陪他去巴基斯坦 所以我们去了巴基斯坦 我是没有在那里工作 我们到处 访问 主要是去看 海若当年在那里成长的 极印 为了一省他多年的愿望 经过这次淡肠的痛苦 我们觉得两个决定 无论如何也不要再长久分离 美国原外总毒 就叫USAID 你们在住在 Washington一定比较清楚 曾经邀请海洛 去做非洲的师长 非洲师的师长 但是他 那我们就要离开新墨西哥 我的工作就没有了 然后呢 他会不断的长期在非洲旅行 我们这样想了一下 对家庭 实在是不好 他拒绝了 所以这个家 盘住了他 限制了他 国际事业的 愿望 但是另外一方面 由于他对这方面的兴趣 我也受到他们的影响 去了一些国家 这可以说是一个妥协 所以让他也有机会做一些国际工作 我呢 多少也牺牲了我教学研究的工作 所以他去了一些国际地方 国际的工作去了一些地方 首先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叫白里斯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怎么说呢 这是在一个中美 墨西哥的南部 瓦德玛拉的西部 南方是奥多拉斯 这个地方就是Yougatán Peninsula 再往北走一点 就是肯空 非常有名的游落地 旅游地 你们很多人都去过 最有趣的是 沿的这个海岸县 是全北半球最长的珊瑚礁 这里看得到一点 这是连了一起的珊瑚礁 肯空之所以那么引诱人 也是因为他有珊瑚礁 这个地方白里斯的沿海 连的Carabin Sea 都是珊瑚礁 珊瑚礁怎么样 有什么迷人的地方呢 好 第一 大海的风浪来了 都被珊瑚礁挡住了 所以珊瑚礁的里面的水 是像水池一样 湖水一样 非常的平静 而湖底是白颜色 纯白的珊瑚礁 看起来你可一眼看到海底 而其中的鱼啊 柴草啊 看得清清楚楚 而在珊瑚礁的里面 有很多的 Marine animal 生物 海洋生物 七型八状 各种颜色 各种形状的 非常的美丽 所以很吸引人 是一个海洋的生物 生态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就是珊瑚礁 讲一下这个本理师 曾经是英俗宏都拉斯 所以他的官方语言是英文 OK 他因为没有什么出产 又非常小 地又很低 以前的帝国 譬如西班牙 把中南美政府 奴隶 他们都没有看上 也没有来到过 这个地方 面积呢 8800平方英里 你这没有什么观念 我跟你比一下好了 是台湾的 一半稍微多一点 台湾的大小 你们知道 是比台湾还要 只要一半 人口呢 3到40万 你知道台湾人口多少 1300万 所以可见这个地方 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而人口非常稀少 可以讲到 稀少到什么程度 我给你打一个比喻 稀少到 在这个地方 几乎所有人彼此都认得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们台湾来的 有时候碰到了 年纪差不多大小的 我们就会说 你哪里来 你住这个地方 你去哪里读书 那你认不认得谁啊 这个七台八台 没有多久 我们都发现 我们都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有这个经验 因为台湾也不是那么大 而且我们的生活经验的圈子 人也不那么多 所以谈起来都认得 在伯利斯 也是几乎就是 每个人都认得 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我们在这里做了几年事 到最后也是蛮出名的 到处都有人认得我了 虽然我不见得记得他们 这个地方 有很多亚美的文化 在这个地方 就在 本利市是一个最大的城市 在附近 在北附呢 有很多正在发掘的 很大很大的 玛雅的遗物 我们怎么对这个国家 因为这个国家很小 我们怎么会注意到这个国家 因为我们一对很好的朋友 Steve和Mary Ann 他们在我们大学 人类考古学 做教授 他们两个人 谈起来就是 哎呀 历史太好了 哎呀 是没有人发现的 洛源 淳朴 安静 美丽 简单 原始 喜欢的不得了 所以也引起了 我们的兴趣 他们俩就在这边 挖掘 马亚古籍的时候 认得的 好 1985到1989年 有四五年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同时 得到了USAID一个经费 不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一个很小的项目 就是我们两个人 是我们主动去申请的 因为他的需要的人才 刚好适合我们两个人的特长 我们三五到五年 三年是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这个项目还包括多一点 整个这个项目呢 是为了伯里斯的师职的提升 他有学校也有学生 但是老师的师职很低 常常高中毕业就是做小学老师 甚至做高中老师 有学位的老师很少 所以他们喜欢把整个的 自职提升 他也有一个两年制的大学 里面的老师的自职 也是很少有超于大学学位的 甚至没有大学学位 所以我们的工作是提升 这个小国家里面的老师的素质 这个我们从很多方面进行 我的先生就做老师跟校长的 我呢 我等一下再讲我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 我们送很多这里的学生 送了二十个学生 到我们的大学去读 硕士 还有有一个人最后到了博士 这是把他们整个诗子往上面提 我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的工作是 帮助师范大学的学生写论文 他们以前这个国家是英属 所以他们教育制度是英国的制度 在大学毕业之前 一定要写一个独立的论文 而且是以实据就是数字为根据的一个论文 这些学生没有经验 大概老师教的也不是说太高明 结果很多学生呢 都没有办法毕业 别的科目都有了 就是查这个论文 没有办法毕业 所以呢 都已经开始在学校里做起老师来了 但是文凭还没有拿到 就是很为这一个论文烦恼 我去的目的呢 就是教他们做论文 很简单 好在我的硕士学位 是实验心理学 做的呢 也就是如何设计实验 如何 exact 如何来进行这个实验 如何分析资料 好 这个本里斯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 他有来北半球最长的珊瑚礁 这是我自己造的小影片 在飞机上面造的 土地是非常低的 沿海的地很低 这是我在教堂上 跟学生一起 讲我在做教学的工作 我教学是在 就是在 Falice City 这个地方呢 很低 很湿 这个海岸 就是当年有名的 蚊虫海岸 现在他们不写了 你现在看地图 不写蚊 蚊虫海岸 旧的地图还说 这是蚊虫海岸 可见这蚊虫之多之凶 我在这里教 总是汗流加背 脚 我脚呢 因为太热 没法尝尝过 脚呢 就是被蚊虫咬得像红豆冰 就是这样子 也是很辛苦的 但是学生的 求学的意志非常强 非常喜欢参加我们这场课 而且是很认真的求学 好 我教他们做论文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就随便提一下 我第一步就是用一个很清晰的步骤 来教他们 有什么问题 尽量找简单的实用的问题 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用 可以测量 可以观察的方法 来设计这个实验 设计之后 如何实际的收集资料 然后分析我们的资料 由这个资料 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做一个答案 能够做一个结论也好 不能做结论也好 也是一个答案 然后我们要讲到这个答案 有多少可靠性 有多少的 可以推远到多远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 很固定的步骤 这是另外一个 我也是在这里教导他们 你们看不到 这里蚊虫多得不得了 都在我的脚上 正在吃我的血 柏里斯城 这是最大的一个 当地最大的城 这个地方唯一的资源 是山上有桃花心木 非常好的园 就是印木 当年英国人在这里的时候 就大量的砍发 木头都运到英国 你去英国参观的时候 看到他们很大的庄园 别墅 有图书馆的 图书 他们的图书馆的墙壁 都是桃花心木 做的 壁板 非常的美丽 大部分都是从 本里斯运去的 到现在都几分没有了 而本里斯呢 传说就是这些 砍木头的工人 喝剩的啤酒瓶堆出来的 我完全相信 因为这里的人 喜欢啤酒 喜欢的 真不得了 这个城呢 是一个 沼泽中间堆出来的 啤酒瓶堆出来的 一个一个一个城 这一个地方 我就让你们看 他们很多房子 都是用这种高脚架 因为 城太低了 就是海水一样的低 风吹过来 或者台风来了 这个城就几乎的淹没了 所以呢 必须要高架起来 他们的首都 以前就在巴利斯汀 后来也搬到山上去 叫巴利斯汀 但是大家都不喜欢那边 还是喜欢挤在 这个巴利斯汀 人很多的 你看 我们很喜欢 沿去巴利斯汀之外 沿的 沿的这个 山胡椒的小岛 一个叫做 Ember is Key 他们叫岛 叫Key 这个Ember is Key 我们很喜欢 在周末 或者有空的时候 我们就去那里住 这是一个 鲨鱼 我们跟鲨鱼一起游泳 我先生喜欢的不得了 我们还搞了一个船 他喜欢这里 钓鱼 那个是小岛的 白沙 沙干是纯白的 水是 可以看到 几样的金银 透明的水 下面呢 就是很细的白沙 所以是一个 非常美丽的地方 我在那里 岛上到处都是椰子树 也没有人去摘椰子 当然我就不能让他们浪费掉了 所以我也学会 爬树去摘椰子 所以这些都是 白里斯很有趣的生活 这是他们的 Tone Heart 一个考古 发掘出来的 马亚人留下的遗迹 这是一片 我们最后在那里买了一片 临座珊瑚礁的土地 当年我们实在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陈欣就是在这个地方 将来退休就住在这里了 生活非常简单 臣服 可爱 我们又很喜欢当地的人 我给你们讲一个当地的人的故事 在我离开白里斯之前 当地的人很友善 而且政治也算是相当平稳的 而且各种人种都是在一起和平相处 有中东人 有黑人 有墨西哥来讲西班牙人文的人 也有一些中国人在那里经商 大家处得很好 没有什么种族之间的纠纷 唯一的是小偷特多 那里的人 对于外来的人 总是希望能够从他们身上 偷到一点东西 没有哪一个去我们认识的所有人 在那里都被偷过 小钱省事而已 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 我的先生 先我而去 在那个玻璃市里面走 就是走路去看看这个城市什么样子 走了没久 就有一个人跟他结伴而行 我的先生就感到身上就有个硬的东西 称了他 大概是一把刀 这个是一个讲 Caribbean英文的一个黑器人 就对我先生说 你看我们往那里走 在那个走到这个路的底的时候 之前你会把你的钱包交给我 讲得很友善的样子 我先生就笑一下说 我看我们走到这个路的底下的时候 我们两个会做成好朋友 这下把那个青年镇静了一下 他说为什么呢 我先生说 因为我不是一个观光客 我到这里来 是为了帮助你们的国家做事的 哦 你来做什么 我先生 我是来帮你们训练 你们的老师和校长的 教育是不是很重要啊 我先生就问了 是啊 是啊 你们的年轻人是不是需要教育 哦 是啊 是啊 所以呢 我来是帮助你们发展你们的教育 他们的七堂八堂 谈到路中路走到中间了 又往前面走 果然变成了到最后是 握起手来 彼此拥抱的好朋友 不光如此 后来我先生在这个城走动的时候 发现了其他的人也对他微笑 好像这个名声已经传出去了 这位先生是来帮我们做事的 不仅如此 到后来我也在这个城里面走来走去 从来没有被抢过 好像这里的人也认得了我 知道我是海洛的太太 也是来帮他们做事的 所以 我们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 都是非常热情 非常好客的朋友 使我们觉得 我们很希望将来就在这里 特别休下来 就住在这样一个很简单 很普世的一个 很美丽的地方 我们在那个岛上学到了 学潜泳 就是snorkeling 我非常非常非常爱潜泳 在珊瑚礁附近做潜泳 我觉得是天下最美妙 最神奇的事情 从这里开始 我跟我先生到世界各地 潜泳最好最好的地方 每个地方都去做潜泳 非常喜爱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好处 你就从你住的地方走出去 就这样走出去 就开始可以潜泳了 就可以看到各种娱乐 真是一个没被人发现的天堂 说到这一点 白礼师的经济 白礼师的经济 一直在进步 到我们做完 我们 我先生做他的工作 我做我的工作 我们并且带了十几 二十个学生到我们那里去读 都读到了硕士 还有一个读到博士 也有两个没有读完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是做得很成功 在我们做完了之后的时候 白礼师的经济从 developing country 进入了developed country 就是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地方 达到了经济发展的成功的一个国家 从那时候开始 USAID也再没有给他进冰了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我现在讲另外一个国家 我看看我的时间怎么样 必须要讲得快一点了 好 第二个国家是史瓦濟南 在台湾翻史瓦濟南 在中国大陆翻史威斯南 但是在2018年 他们的一个国王自己 莫名其妙也没跟人家讲什么 就说我们现在叫 Kingdom of Eswatini 我查白杜 白杜说这个名字 我们还没翻译出来 所以 他的名字是已经改了 但是 你看 Swarzele now Named Eswatini 就在这里 但是大家都还习惯 叫他史瓦濟南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非常小的国家 不到台湾的一半 所以说跟 北历史差不多 人口呢 比北历史大一点 我刚跟你讲 北历史大概只有 30万 就是100万的三分之一 这个地方呢 几乎有100万 OK 但是呢 你想想 跟台湾 台湾的一半 而台湾有26百万人 所以也是一个 人口非常稀少的 这个山坡 山地 就是有河流 跟山漠中魂的 一个山坡地的一个国家 OK 它是个入围的国家 三边是南非 我先就说 它是在南非 然后三边呢 都是南非通货国 一边呢 是莫ザンビーク 再过去是印度洋 但是它是 这是印度洋 但是它是一个 入围的国家 也是以前的英俗地 所以是 英文史专 官方语言 你会发现 我们工作的地方 都是用英文的 因为本人只会英文 所以去的地方 也都是会讲英文的地方 这个人的平均年龄很低 大概就是 是五十六岁左右 尤其是男人 低到五十四岁 所以他们一般 到了五十岁都很老了 就差不多了 一半的人 在二十岁以下 这跟他们 AIDS猖狂 也很有原因 这个地方 AIDS的比例 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 OK 高到 每四个人就有一个 是AIDS 得了病的 所以 很多孤儿 他们的经济发展 在我去的时候 还算可以的 但是 最新的资料 是因为AIDS的关系 情形是越来越糟糕 这里的皇帝 是一个绝对权力的 一个皇帝 我在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 很年轻 十八十九岁 很可爱 很漂亮 很可爱的 一个小男孩 一个大男孩 现在呢 已经变成这么胖 一个中年人 他我在的时候 他只有六个妻子 现在呢 看网上说 已经是十五个妻子了 他的父亲 有一百二十五个 所以是 Ways to go 还远的很呢 还可以慢慢的 继续增加 小孩呢 一大堆 这个地方 皇族 都是叫Domini 皇族有一个 可以看得出来的地方 他们头上插 红色的 Lori Bird 的羽毛 普通人不可以插的 插的是犯法的 这是他们的国家的象征 是一个金色的 一个棒子 这个呢 他老是喜欢穿 他们当地的 这个国王呢 喜欢穿 他们当地 传统的衣式 他说 穿得很凉快 很舒服 这里也是纯金的 他总是拿着 这一个象征 他的权力的 一个一个棒子 他们的生活 我在的时候 还算好的 现在听说是困难了 我的先生先去了 后来呢 我在1992 93年也工作了一年 到后来到1995的时候 又回去了 做了一些工作 这是他们很有名的 可以说他们的国家的 象征的样子 就是每年发生的 如果有 我在我另外 我一本书上 有写得很详细的 是一个 很天真 很自然 人与自然界融合成一起的 一个歌舞的 节气 OK 我现在讲我的工作 我们参加的是一个USAID 为期三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 而且就是说是三年 但是可以继续延长到五年 这是对于斯瓦进南的教育 做一个基本的改革 包括教策 教材的制作 老师跟校长的 师职的升迁 以及 全计划的主轴 是让学生不断的经过考试 而且考试之后得到反馈 用那个返回来的资料 再进一步的改正他的教材 他们这叫做 不管了 OK 项目很大 钱花了很多 人也很多 我做的项目呢 是一个很小的 很有限的 就我一个人的 这是做什么呢 他们叫我叫做 Career Guidance 职业指导 现在在美国都没有用这个名词了 已经变成Career Counseling 职业 智商 但是无所谓 我也没去改他们的名字 叫什么都无所谓 Counseling这是一个很新的观念 我记得 我当年到大陆去做很多工作 也进了学校 也培养了一些学生 那个时候在大陆都没有人听过 Counseling的事情 还很新鲜的 就是在美国吧 有些人还是很不相信 这个Counseling有什么用 这是一个新的思想 一个新的 直到学生 我现在讲的是Career Guidance 和学校 Guidance 一个新的观念 那怎么在这个很落后的 很贫穷的国家 居然要用资金 来做这一方面的训练呢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奇迹 坦白说在这个国家 Gridance这件事 Counseling这件事 都没有人听说过 在这个改革的项目中 这个经济费很少 人也很 就我一个 能够加入这个项目 都是很不容易了 我相信是因为职业 这两个字 是一般人 误以为是给学生找工作 所以就这么 鱼木混珠 这么混进来了 我呢 参加这个 也是因为我跟我先生 两个都有管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工作 与我的兴趣很相近 所以参加了这个工作 这位太太 恩贼班尼 是指导主 教育部指导主的主任 我跟她密切合作 合作得非常愉快 她是一个 话讲得很少的人 可是事情做得很多 很成功 我手下 就是我工作的一起的 有12个人 这是我 这位是我们的组长 这其他 就是我们下面工作人员 这位跟 这位跟这位两个 是我们后来派出去 到美国读 读读读读的人员 两个都做得非常好 读一年多 就把读读完了回来了 继续参加工作 做了很高的贡献 这一位 聪明的不得了 可是得了A 我再回来说他已经不在了 好 这一位和还有哪一位 这一位 两个人简直平常都难以看到 从来几回都没见到几次 后来我回来说他们都不见了 这一位是号称是 Testing 就是什么 测量专家 我跟他一直跟我 他是一个王主 OK 所以自己很认为很了不起 对我 刚刚我来的时候 就给我很多很多麻烦 但是最后还是 做得很好 最后他也有很大的改变 这些呢 是我带的 我们到当地的学校 培训 培训指导老师的时候的相片 好 这里是他们的学校的样子 这是比较好一点的学校 这个地方有很多野生动物 这里的儿童非常的可爱 他们唱歌跳舞都是非常的灵光的 好像都不需要去教 都会唱会跳 我们有空也有机会在一起社交跳舞 大家做得非常好 好 我花这一点点时间 爸爸很快的把我教的事情 我做的工作给你们讲一下 好 我一来就想要知道 这一组人做了些什么事情 OK 这一下 一查之下 我简直是 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他们 仍然在使用 30年前出版的 性向策略 而这个性向策略是 调查学生的兴趣 你喜欢做什么的 他们呢 把它当作能力策略 就是说 他们给高中学生这个策略 然后呢 决定 他们能不能够升学 决定他能不能够读工程 或是要 能不能读商业 或者你们成绩根本不行 根本不能 去继续读书 这是兴趣的 一个性向策略 就是他们当作能力策略 这是完全 用了30年了 更糟糕的是 我一一的检查 试着去看 他们怎么样测量 就怎么样计分的 发现他们用的是一个 打了洞的末板 把学生的考卷拿下来 放在末板上 试看有几个洞 有几个洞就几分 然后就这么算分数 糟糕的是 这个打了洞的末板 打错了 至少有8% 都是错的洞 所以拿出来的成绩 也不对 然后使用的方法也不对 而他们这个样子 做了30年了 所以这30年 他们是误道学子 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了 我问那个测量专家 他说他到英国学习一年 就是专家了 OK 然后每年就是 这是英国当年 统治这个国家传下来 他就照样化糊涂就是了 所以一直他们这些人 就做的是一件事 我觉得我到这个国家 是应该的 我马上把这个策研 策链停了 我找到最新的 性向策链 能力策链 和人格策链 要知道这些 也有文化的背景在中间 不见得这些策链 就适合一个文化状态 完全不同的地方 但是实在是没有时间去考证 就是暂时用一下 看一看 我就把这些交给了他们 然后来教到他 测验 就是心理的测验 是什么一回事 有些什么功用 可以怎么用 不可以怎么用 还有什么坏处 有些什么ethical 就是道德方面的问题 你知道医生都在说 first do no harm 行医的人要知道 我们在能够救人之前 至少至少至少不要害人 我们心理学家 做生理智商也好 还是 诱导 guidance也好 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是希望来帮助我们的对象 至少至少至少 不要 悟到 不要做着坏 害他们的事 所以呢 我讲解 这个测量的原则是什么样 而且呢 我把这个推广了 说是 职业的资商 只不过是整个的资商一部分 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割起来 你必须要了解 资商的整个的一个一个事 是做的什么 我 我就一步一步的正式上课 拿了很多的参考书 给了他们很多的资料 一步步教他们 也同时教 儿童和心理的发展 原理 OK 这些都是我的专长 另外一部分 我们也建立 我们开始建立学校指导 就是 在学校里的指导 这以前 这些学校是没有 一点对于儿童心理的指导的工作 没有做过 他们在所有的学校都选出一两个 看学校的大小 一两个特别有爱心 特别有热情的老师 然后我们给他们培训 培训之后呢 他们加薪 就是在他们本来做老师 他们继续做下去 然后给他们20%加薪 加薪之后 他们在上完课 留下来两个小时 学生和老师都可以去 跟他们商谈 解决孩子们的问题 好 我讲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相当 可以讲落后的原始一点的国家 对心理的卫生 智商这些事情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概念 甚至不了解 这还是一门学问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项目 这个大项目之下 也有很多和平工作员 他们从美国来 被派到学校去做老师 补助就是也是为了资深的老师的 直立的提升 有好几个学生 坐了没有到一个礼拜 哭都不能坐下去了 他们说他们到一个乡下的小学校 第一天开始上课 小孩子们的高高兴兴 他们非常喜欢上学 高高兴兴的跑来上学 校长把他们 这些刚刚上学的小学生 排着一场队 一个一个都拿鞭子打 打的孩子哭的就是 大哭大叫 这样他一个个打 一个个打 这些和平工作人员 看不下去 心里痛得不得了 看不下去 就去求那个校长 校长把他们推开 说你不是来干 你不能干涉我们的教学方法 我们 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小孩子就是要打 这是我们的教育 不打 他怎么知道学校是重要的 他是要来听老师的教导的 好几个和平工作人员 都经过这个样的经历 都是痛苦 哭得不得了 回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做下去 在我跟我这一组教学之中 OK 这一位先生就是跟我刚开始的作对 我也是讲 我讲到体罚是不应该的 教导学生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鼓励的方法 甚至你可以跟他谈道理的方法 体罚 在课堂里面 或者是课堂之外 都不是教育学生的方法 同时体罚会造成孩子很多心理上的苍疤 有时候一个小孩子会打得很多了 他变得很内向 他很自卑 他没有信心 他萎缩 退缩 有时候他反而变得 就是侵略性很高 他会对别的孩子很残酷 他将来长大了 也会去打他的孩子 还甚至打他的妻子 这种都是受到小时候被提发 很严厉的提发的不良效果 这位先生就跟我讲 这是我们十瓦济南的文化传统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怎么能够来干涉我们的文化传统 所以他说我自己的孩子我都是打的 不打他们学不乖 我不跟他正面冲突 我就是继续讲我的原理 继续讲小孩子的发展 怎么样 如何小孩子的时候受到的教育和他们的待遇 会影响他们心里的成长和发展 OK 很有意思的是 就是说到我三年之后又被他们请回来 这位先生对我讲说 我现在发现了 我不打我的孩子 他们对我都变得很亲爱了 而且比以前没听话了 这个体罚的事情 虽然是我们发起传统 我看的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他对我讲 还有就在我教学这个时候 教育教导我们这个十二个人 以及学校里的老师培训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国家也开始有些转变了 譬如说在报章 我常常开始看到一些 关于体罚的文章 就说我们的老师校长 这样打孩子不是很好的事情 开始有这些争论的报纸上面也有人做这样的社论 到我三年回来之后 国家到底是比较小 所以改变起来也是比较方便 我发现 就是把小孩子第一天上课排起来 一个一个打的事情就没有再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也是看到了一些改变 三年之后 我做完这一个项目 我的项目就回去了 好 回了去之后不久 大概一年之后 USAID就是美国原外总数 有人打电话来 就说你们那些那个项目非常大 钱也基金也很多钱的 我们做这个结论的时候 发现你的那一个就是职业指导 是最小的一个项目 钱也是最少 你人员也是 就你一个 可是是当我们整个项目 你最成功的一个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好奇 希望跟你会谈一下 我们准备写篇文章 就是说 这些工作不容易做 你是怎么做的 我听到是非常高兴的 后来他们又说 你的这一个项目还有经费剩下 我们希望你回去一下 所以三年之后我又回去了 给他们做进一步的指导 这个时候我们讲题目 都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比如说孩子们要自杀 你怎么处理 我们讲到child abuse child sexual abuse 这个性的伤害 在这个国家是很普遍的 他们父亲常常一个人 有好多太太 对小孩子也不是很亲密 小小女孩子受到父亲 或者腹部的 就是年纪大的 长辈的亲戚的 性骚扰很多 小孩子受到很大的伤害 而在这个国家 没有法律制定控制这些事情 就是因为小孩子心里 受到很大的挫伤 我们希望能够对他们心里有一点的知道 有一点的安慰 这个事情并不是很能做的 所以我三年之后回去就做了更进一步的教导 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回来了 在这个里面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些平常不来上班的人都已经被辞掉了 后来他们自己退休了 我也不知道 新来的都是非常整份的 学校里的智商老师也有很好的名誉 受到当地学校的欢迎 他们不断地继续去培训那些老师 在这个国家 学校智商总算建立起来 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是没有话说的 但是到底学校国家很小 所以改变起来也还是很快的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成功的 我自己很满意的一个工作 后来最后我做的一个工作 是在 这是我们两个一起工作 这是在史瓦吉兰的时候 我的儿子也跟我们一起 他也在史瓦吉兰 他去上一个纽南的World College 是一个中学以及大学预备的一个学院 这里世界各地的人都在那里 对他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他跟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学习生活 也学到了很多 好我这个时间 我必须要稍微快一点了 OK 好我就讲我最后一个工作的地方 OK我希望我的时间稍微把握得好一点 我最后去的一个地方是1998到1999去的 叫做南米比亚 南米比亚在非洲的西南部 南部是南非共和国 西部这边是Boswana 北边是Angola 这边呢 这个国家独立也还从德国独立出来 Angola的战事呢 打到这个时候 我去的时候才刚刚结束 这个北部的地方 经过大战的战争呢 受了很大的伤害 到现在为止很多地方还有地雷 所以我们在这里工作非常要小心 它的地方是非常大的 有31万平方英里 非常大一个地方 人口呢只有两点半 两点五百万 非常的空旷 这个地方就是Kalahari的一部分 这个全部都是Kalahari Desert Kalahari Desert 这个全国家都是在Kalahari的境界之内 非常的干燥 这个海岸 我以前在上个月的讲 Skallandau就是Kulu海岸 还有战士海岸在这里 这是非常干燥 几年不下一滴雨的地方 非常险恶的地方 我也讲的战士海岸 就在这个地方 说起来 这个是Kimberley 这有一条Orang Kimberley当然是世界 钻石出现最早最多的地方 有一个Orange River 这块地方土地 是全世界最老的土地 当年就是路快 慢慢分裂 分离到世界各地 这是始终没有变得最古老的土地 当年在这个地方 有世界上最高的山 比今天的喜马拉雅山还要高 现在已经都是平地了 这里的Orange River 当年是非常大的一条河 Kimberley现在是平的 当年是一个很大的火山 因为我们知道火山里面的Ruvian 那个地层是出战石的 所以说我们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平地会出战石 是因为山已经被磨死掉了 变成一个平地 而这个Orange River 当年是一个大河 把这个战石冲出去 冲到这个潮流 把它往北边 所以暂时在这一带就出现了 很有意思的 这个地质方面很有意思的 这一带也有很多 Bushman 就是那种很矮小的黑人 也住在这个沙漠里面 很不容易生存的地方 好 Winter是它的首都 你们看一看 非常现代化 生活一切你要的东西都有 是很多德国的餐厅 咖啡馆过得很好的 你去了你看 你不会觉得你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 但是你到了一些无名的村庄一看 这简直是完全天地之别 好 我们没有去之前就收到电报 就说你们要同意 而且签字 你们不反对到乡下地方去工作 我们心里想做这种国际工作 当然是到乡下 这有什么话说呢 就签了字了 这个事情 后来才知道 其中大有 大有 学问 好 首都在这个地方 我们工作的地方 是在北部 这个以前叫做红线一百 以前的地图都还有一条线 在德国统治的时候 所有的黑人都被他们关在 关在 就是推过去 推到这个红线一百 是黑人区 这边的地方 白人 德国人可以住 所以 这里是非常穷 非常苦的地方 我们现在要做教育项目 对象就是当地的人 工作的地方就是这一块地 可是 没有谁要去 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人住在这里做工作 因为我们签了字说我们要去那里 好 我先生先去 好 我们就在这里工作 就工作 没有关系 好 这里全部都是黑人 很少很少有一个白人 或者是其他种族的人 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全国的十分之一的土地 住了 我看一下 住了 OK 这一块地都是斯瓦基兰 我们就斯瓦基兰的整个国家的四倍 所以这个地方是相当大的 人口呢 是几乎是斯瓦基兰的大部分的人口 这么多人挤在这个小小的这样一个地方 这里是需要教育加急改革的地方 OK 海洛去了 他们说你这里是工作的地方 那住在哪里呢 我们的主管 我们项目的主管说 我们找了半天找不到可以让你们住的地方 那我先生说我怎么工作呢 那没有办法 你去找好不好 好 我先生就跑到这个地方去找他的 将来我们两个人需要住的地方 他也找了三个月 住在借用一个书店的楼上 就是那么借用在那里 他自己住在那里 然后就找 怎么样也找不到一个地方 我们要的也不是那么多 希望有水 希望有抽水马桶 希望可以洗澡 OK 希望有电 就是这样而已 而都找不到 所以可见这个地方的落后 你可以想象得到 到最后他碰到了一个 这个国家的财政部长 这个财政部长是从这里来的 他的老家就在这儿 他正在为自己将来退休 盖一个大房子 OK 在当地说来是一个大房子 还没有完全顽顾 我先生碰到他就说 你愿不愿意租给我们 他说我本地人我不会租 但是你们 而且租金给我租金这么高 我愿意的 所以我们就住进去了 好 所以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住 我就带着小孩也搬进去了 OK 我给你看看我们住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家 就是那个财政部长为自己盖的家 相当在当地上相当豪华的一个地方 我们这是光还没有完成 所以我们赶快把它完工了 然后开始布置了 可是当地没有东西卖 没有商店 所以也是很辛苦的去把它布置起来 也不是说布置 就是安排了水电啊 冰浆啊这样的东西 好 然后因为是光秃秃的 我们就大量的种绿色的东西 好在他们长得也还很快 结果呢 引来附近的动物 像这些是炉子啊 整天就是围着我们的房子段 到晚上就睡在我们房子后面 半夜是打心骂叫 彼此是求爱啊求偶 咕咕烂叫 吵得我们不好睡觉 很有意思的 然后呢你的牛 看到我们这个院子里面都是绿的 就在那里流口水 就整天就盯着这个我们的院子看 很有意思的啊 都都非常善良 非常可爱的动物啊 他们这里的动物很好玩 有时候狗啊猫也会回来啊 鸡也有的啊 他们这些动物都是有主人的 但是他们不惜养这些动物 就像我们中国以前家里有狗 但是并不会去喂狗 好像这些动物 他们都自己去找食 自生自灭的啊 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 他们每个人都知道 这家是属于东家 这家是这个动物属于西家 他们都很清楚的啊 都没有什么偷啊抢的事情 很有意思的啊 这是我们1998到1999年住在这里 好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了啊 在我们去巴里斯的时候 我们说哎呀 我们这是到了香蕉野外了啊 到了我们去史瓦基兰的时候 我们再回想一下 巴里斯实在是好的不得了啊 什么都有太好了 真是旅游正典啊 哪里是荒郊野外 实话竟然才是啊 这非常原始的一个地方 后来我们到了 尼密比亚的北边 恍然大悟 这才是真正的荒蛮之地 乡下的小学 我们工作的地方 常常是这个样子的 铁皮盖的房子 木广做成的墙 小孩子因为太热了啊 他们很喜欢在外面上课 学生是这个样子的啊 但是我要讲一点 这些学生好喜欢上学啊 每天光着脚啊 走好远的路 这地方很大嘛 走好远好远的路 赶来上课 非常喜欢上课 也非常乖的听老师讲话 非常服从 老师说什么 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都非常听话的啊 对上学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非常 他们都知道 上学是太不容易的事情了啊 常常有时候在外面上课 因为是有树荫的话 实在是比较好的上课的地方啊 好啊 我稍微讲一下我的工作哈 我的工作其实很简单 这是一个五年的大计划 也是要提高师职 改善 改善他的那个课程 是完全基本教育 就是说小学教育 基本教育的改善 OK 那我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在他们进来做改善之前 先把学生的资历 就是到现在的时候 他们学生能够做什么 懂了多少 学到了什么 做一个底线 然后 这个大计划来了 对于整个的教材 老师 校长都已经加强之后 再一回来 看他们 有多少进步 好 这是我的工作啊 讲来是容易做起来 其实也很困难 第一 学校 在荒郊野外 地图上没有 常常教育部 当地的教育部 都不知道这些学校在哪里 要人去带 而路也没有 是荒郊野外这地方 路也没有 我们的四轮 越野车 是看着人走的 嚼急 要慢慢走去的 要当地人带路 说好 你走到有流的地方 你左转 那前面再过去 有一个树 再左转 前面有一个八桌下 就是瓶子垫 到瓶子垫的时候 就往前面再走 所以是 非常的 茫荒 可以说真的是 非常的茫荒 这个地方 当年都是大湖 到现在是沙漠 可是当安格拉 高地的水 雨季到的时候 水从地下的渠道 穿过来 这个地方就变成 沼宅 有很多所谓 湖出现 他们人 也是用这个湖水 一年喝着用的 都是这样的湖水 到后来 旱季到了 几乎是没有水 可以用 非常的辛苦 好 我们 车子长的 县的招宅里面 动不了 只有提着鞋子 走路 然后再过一次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 有些学校 在旅渠的时候 跟外界隔离 三个月 没有办法 可能外面的人 好 我就很快地讲一下 我做了这个 我训练一期 还有这些学生 英文也不行 所以你跟他讲英文 也没有办法策略他 我训练当地的人 用他们的方言 去拷问学生 得到答案 最后把他们的学历 就是这个地方的小学的学生的学历 策略出来了 我回到Winterk 就是在首都 给教育部做了一个报告 他们非常的 非常 真是非常的惊讶 他们以为这个事情是做不成的 我觉得我那个工作 也还做算 做成功了 好 到汤圣 他们全部站起来 给我鼓掌 我想这鼓掌的 其中一是这个地方真的是难以去的 我们居然愿意在这里工作 而且把这个工作完成了 受到他们的赞美 OK 但是呢 这个计划整个出了大问题 主要的是 没有人要去那里工作 但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合同上说好 他们需要有房子供给他们 当你没有房子让他们去住 怎么让他们去那里工作的 所以没有人去 同时呢 我们是跟和平工作者 就是peace corps 美国的一个组织 合作 那些peace corps的人 是正定去做老师 而这些生活条件太差了 他们 通常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都实时不干 回美国去了 生活条件太差 比如说有一个和平工作者 他住了一个 借了一个小房子 旁边的厕所 就是一个洞放的木板 他一直跟他的房东讲说 这个木板已经腐烂了 不能你给我修一下好不好 也不修 结果是个女的掉到粪池里去了 也洗的 冻水都没有 很糟糕的 生活是极端的艰苦 结果他就 当下就辞职不做了 这种事情出现太多 这个工作就受到停顿 另外一方面 就是peace corps 就和平工作者的主管 组长 跟我们这个项目的组长 两人不合 在大会就打起来了 甚至跳到桌子上 就去打骂起来了 水火不容 那个peace corps 就被上面 Washington给他 fire掉了 我们这个主管 也辞职一下 气氛之下辞职不干了 整个计划就停顿了 USAID跟我 跟我的先生说 你们做得很好 我们这个计划 现在要重新改整顿 将来还是希望你们回来做 所以我们到那个时候 也就回来了 以后也没有再听到 USAID要怎么样 重新做这个计划了 所以虽然我们两个 都很辛苦做我们的工作 但是我们收集 我收集的资料 现在也不知道 他们被他们藏到哪里去了 做的那些事件 做的那些工作 有时候觉得是 好像是白做的 也没有得到 什么样的用场 只是说 我唯一的就是说 我有机会进入 真正的盲光之地 看到了最穷苦的人民 他们真的是太可怜了 一点什么都没有 可以说 对我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实在是太丰富 太富有了 对着他们我很惭愧 但是我好喜欢那些孩子 那么样的天真纯洁 那么样的喜爱读书 我跟他们比手画脚 因为他们不会讲英文 非常非常喜欢他 我们只是只能给他满心足福 我现在 哎呀呀呀呀呀 我的时间 我就讲到这里好了 好不好 我的感言就说 不是很容易做的工作 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工作 像Sweizer讲的 要很大的爱心 要很大的耐力 我觉得我们还算是很幸运的 我们的工作还是很安全的 我们也没有被地雷炸死掉 也没有受到什么枪杀 抢决之类的 有些国际工作比我们的严重的多 危险的多 我们是比较轻松的好 简单的工作 另外我有一个感想 就是说教育还是在帮助那些穷苦的 没有开发的地方 一个主要的重要的关键 我觉得是教育给了他们钥匙 使他们给他们希望 给他们打开机会 我还是觉得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需要贡献 把这个教育的技能 教育的方向 对于这些亡方的地方 加强他们的教育 给孩子受教育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 我对不起 我讲的太多了 我到此为止 好不好